全油管最快新闻 据京法网市微信号报道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揭示了一起 隐形加班案件引发广泛关注 该案涉及李女士在某科技公司的加班费问题 她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 但公司认为这不属于加班范畴 一审法院为支持李女士的主张 但北京三中院二审改判支持李女士 这是全国首例明确隐形加班问题的 裁判文书为利用微信等社交媒体进行加班 提出了认定标准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 劳动争议也随之产生了新挑战 本案填补了法律空白 保障了劳动者权益 并为类似案件提供了参考与借鉴 这一创新突破展示了法院 在回应科技创新方面的能力和态度 订阅新闻急速的最先知小天下士